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好像从未变过 说起来 很多人对《正一剑》的出印象应该就是《古惑仔》系列电影吧 从1996年开始《古惑仔》系列连推6部电影 几乎每部都能达到千万票房 高票房也代表着高人气 作为主演的《正一剑》一夜爆红 试问谁人不识陈浩南 包括《古惑仔》系列的主题曲《友情岁月》 只要前奏一想 多少人的青春DNA就动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古惑仔》系列太红 陈浩南太过深入人心 当初不少人都误以为 《正一剑》和陈浩南相似 凶盆好斗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正一剑》有很多面 妥妥的港圈男神 早期他是眉清目秀的大帅哥 看看电视剧《天若有情》 他饰演的鲁德培被称为斯文败类鼻祖 西装革履加上金丝边换眼镜 什么禁欲戏帅到吊渣 大概就是这样吧 剧里的《正一剑》危险又迷人 那种迷人是会让人忘却危险 连演反派都很有魅力 后来在《超级学校霸王》里 《正一剑》再演反派 刚出场便迷倒万千少女 还有《蜀山骑侠》之《仙女奇缘》 《正一剑》饰演一正一邪的血魔 观众对他的评价是 邪魅最惊艳 在很多人眼中 更惊艳的是留长发的《正一剑》 不同于短发的清爽 长发的他更具辨识度 当年演《笑看风云》时 网上就流传过一句话 没有人能不为包文龙心动 《正一剑》扮演的长发包文龙 气质绝佳 曾经也是许多女生的理想性 以前还有人说 除木村拓栽以外 《正一剑》是少见的 留长发好看的男人 果然 港版木村堕拆名不虚传 可能也是得益于高颜值 年轻的《正一剑》 有过几段轰轰烈烈的感情 刚出道那会儿 他就和《少美琪》相恋 彼时《正一剑》是无名小卒 《正一剑》是TVB当家花旦 发展如日中天 两人在事业上 女强男弱 又是姐弟恋 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段感情 但不管外界怎么争论 《正一剑》对《少美琪》的心意 始终不变 《正一剑》还曾扬言说 会照顾《少美琪》一生一世 可惜冬天的情话抵不过时间 多年后 《正一剑》和梁永琪 数次合作拍戏传出绯闻 再过不久 梁永琪被拍到 在《正一剑》家过夜 这个新闻报道出街后 双气夺面的三角恋 闹得沸沸扬扬 一时间 《正一剑》从好男人 变成负心汉 连杨永琪也成为重视之地 被骂狐狸精 最后《正一剑》不得不召开 发布会澄清 宣布和《少美琪》 分手一段时间了 虽然谈不上出轨 但七年情段就爱上别人 《正一剑》还是背负了渣男骂名 而在骂声中 他和梁永琪的爱情也无疾而终 同样是七年左右的时间 两人正式宣布分手 两段惶惶惶惶惶的感情 都是相连七年就分手 外界流传出诸多猜测 印象最深的猜测是 有媒体报道称 《正一剑》和《少美琪》分手后 依然固定给《少美琪》生活费 对此梁永琪表示很不能理解 间接导致了两人分手 这个分手原因好像有点离谱 可信度又挺高 毕竟圈内早就传言 在对待女友和感情方面 《正一剑》堪称豪气 早年和《少美琪》交往时 《正一剑》买的大部分房产 都登记在《少美琪》名下 之后两人分手 外界大骂《正一剑》渣男 可少有人知道 当时《正一剑》将房产 全数转赠《少美琪》当补偿 价值近6000万 再到和梁永琪谈恋爱 《正一剑》倒是没买房送女友了 只是在两人热恋期间 她豪气买下了西贡荒湖居的房产 若问买房的理由 单纯是梁永琪也买了西贡荒湖居的房产 她想搬过去和女友当邻居 《正一剑》犹如霸总 砸钱与爱人双妻双素 这种做法的最大弊端是 但凡换个爱人 估计也得换个爱潮 所以当《正一剑》恋上蒙家慧 两人感情越来越稳定时 她又豪至2800万 购入南湾道的豪宅 不单给自己住爱潮 《正一剑》还会考虑到爱人的家人 前几年她砸千万买下元朗的地皮 打算建豪宅给蒙家慧的父亲养老 是不是有种错觉 感觉《正一剑》是为了爱情不断买房 实际的真相是 她本身就很喜欢购置房站 投资有道 自打走红以来 她赚的多数钱都拿去买房了 被媒体称为《隐世龙王》 以前也有报道说 《正一剑》酷爱买砖头保质 她能在宏馆连开六场演唱会 转头就拿下千万买新房做投资 一来二去 这位龙王和老婆名下已有七个物业 身家一亿 忽然间想起 近些年《正一剑》在荧幕前的暴公不多 有人还嘲笑她是过气明星 谁知道 过气明星身家过亿 难怪房间有传言说 披荆斩棘的哥哥邀请过《正一剑》 他觉得不差钱就拒绝了 当然 传言有可能是假的 但《正一剑》不差钱应该是真的 他既有明摆着的多处房产 更有多辆豪车 年轻时拍戏刚赚到钱 他就先买了辆奔驰 会有几分扬眉吐气的意思 再后来大红大紫 他曾在六年内换了五辆车 像考虑到香港有些道路比较窄 他专门买了辆小巧的奥迪A2 可他也有浪迹天涯的梦想 又花四万五千美元 买了辆汉马军用吉普车 论《正一剑》对车的喜爱程度 不仅是给自己买车 也会给老婆买车 结婚三周年时 他买了辆特斯拉环保潮车送孟家慧 到孟家慧46岁生日 他送上一辆小型吉普车当生日礼物 看来圈内都说 《正一剑》对待爱人堪称好气 应该不是流言了 这几年 孟家慧跑去日本读书 并在当地开房地产公司 《正一剑》了解后 直接投资上百万称老婆 支持他开设日本房地产生意 在老婆努力搞事业的时候 《正一剑》倒是回归佛系状态了 他偶尔出来拍拍戏 时隔几年开下演唱会 剩下更多的时间 就留给自己好好生活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从去年开始 媒体已经报道说 《正一剑》过起半退休生活了 他的半退休生活很是简单 平日里身居简出 没事都留在家里打游戏 游戏打累了 那就下楼去附近的茶餐厅吃饭 这位大明星的出行装扮更是随便 黑体恤黑裤子 不仔细看根本忍不出他来 在饭后的闲暇时光 他又慢悠悠步行回家 有时在途中遇到好看的风景 他也会驻足停留好好欣赏 这样的日常平平淡淡 舒适而惬意 因此媒体才说 《正一剑》的生活犹如半退休了 但仔细想想 他已经实现财富自由 作用上亿家产 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吧 最近关于正一剑夫妇 一居日本的消息不断传出 传闻蒙家慧已经在日本买了房 还开了一间房地产公司 他也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他在日的生活日常 平时则到公司上班 早在九年前 两人在东京注册结婚 并在日本举办了婚礼 外界就质疑 其实正一剑和妻子蒙家慧 早就移民日本了 近日正一剑在采访时否认了这项传闻 正一剑表示 自己虽然一直在香港生活 却总会被人问是不是在日本生活 两人并没有移民 蒙家慧只是在日本学习 自己的工作在国内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大概是因为自己在香港消失了一段时间 正一剑夫妇的好友黎诺毅 在日前采访时 透露了两人的最新动态 正一剑目前留在香港 而蒙家慧则是在日本读书工作 疑似这对明星夫妻目前处于分居状态 港星黎诺毅与正一剑夫妇都有着不错的私交 三人消失多年 不仅合作过多部作品 而且生活中是非常聊得来的朋友 此外 黎诺毅算是正一剑夫妇的大美人 由于正一剑和蒙家慧都很喜欢台语毛球 所以黎诺毅就介绍双方认识 后来正一剑与蒙家慧发展成恋人 并迈入了婚姻殿堂 这些年来 黎诺毅与正一剑夫妇交往甚密 经常一起聚会 如今却罕见爆出两人的动态 让不少网友认为这个爆料可信度颇高 黎诺毅透露蒙家慧在日本不光是工作 还在当地修学了两个课程 其中一个就是日文专业 由于学业繁重 再加上蒙家慧在日本投资了房地产公司 所以短时间是不会回国的 而好友正一剑则是独自留在香港 黎诺毅还称正一剑经常约自己玩水上项目 比如冲浪风帆 当被问及正一剑为何不去日本 黎诺毅则表示正一剑可能怕闷 宁愿留在香港玩水也不过去 两人暂时选择分居两地 黎诺毅还表示 自己挺赞成这种小别圣心婚的方式 感觉反而会有爱情惊喜 从黎诺毅的爆料来看 之前外界盛传正一剑夫妇已移居日本 现在看来是有些出入的 似乎正一剑本人并不愿意定居日本 毕竟亲人朋友都在香港 所以他才会怕无聊不去日本陪老婆 而蒙家慧则是获得了老公的大方投资 早前就在日本福岗开了房地产公司 主打移民置业一条龙服务 夫妻俩其实早在日本购置了多数房产 蒙家慧也多次表示自己很喜欢日本 之前披荆斩棘的哥哥邀请正一剑 他拒绝了 据说一是因为没有什么事业心了 二是不差钱 靠收租过日子就很不错 陈小春也透露 每次给正一剑打电话 他不是去埃及玩 就是到欧洲旅行 过得那是一个潇洒 但无论是移民 还是继续在香港生活 都是人家的自由 挣够了钱的正一剑 如今可能只想享受生活 这样的人生谁不喜欢呢 总之 活在当下 知足常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读言评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